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肆批评对手拜登的同时 还不忘为自己的疫情应对措施辩护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20号迎来打脸现实 早前信誓旦旦号称会吸引10万 甚至100万人出席的塔尔萨竞选集会 直到人数却只有6200人 还不到场馆座位的三分之一 由于出席人数远低于预期 特朗普不得不取消场外的露天讲话活动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于是他又发挥甩锅技能 把出席人数低归咎于媒体 鼓动民众不要出席 并赞扬出席者是战士 有民主党籍人士表示 实际上特朗普是被网民恶搞了一把 有大量网民呼吁同龄人 用假名和假电话注册集会门票 造成大量人要出席的假象 这是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 首次大型竞选集会 特朗普出师不利 没了人气 只能强撑着用竞技的示威风波 来攻击对手拜登 如果美国赢得了力量 判断者会在拘捕 没有人会保持安全 没有人会保持安全 拜登不是他的党主席 拜登是反正的独立的独立 此外 他还不断为自己的防疫政策辩护 并语出惊人地表示 已要求减慢新冠检测的速度 否则确诊病例只会不断飙升 此次集会也加剧了美国各方 对疫情的担忧 据美媒报道 集会中有6名竞选员工 以及2名特勤人员先后确诊 而塔尔萨的确诊病例 也在集会后达到5天内的新高 对此 亚特兰大市长伯顿斯批评特朗普 在这个时候举行集会 完全是在危害国家 就在特朗普大张旗鼓的举行竞选集会的同时 美国的疫情却仍然是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截至目前有大约20个州的疫情出现了反弹 佛罗里达州可能会成为美国下一个疫情的中心 据佛罗里达州卫生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18号的新增确诊病例为3822例 创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记录 佛罗里达州确诊病例总数接近9万例 卫生专家指出 佛罗里达州人口普遍高龄化 州内有大量的养老院和退休老人社区 疫情若反弹严重 或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加利福尼亚州 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等 10个州的新增病例数均在近期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美国不需要采取更广泛的封锁隔离措施 但需要讨论如何更妥善地应对 各别地区出现大量新增病例的情况 华盛顿特区及临近的马里兰州 和弗里达州的疫情稳定 新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 华盛顿特区将于22号 进入第二阶段的经济重启 室内餐厅 零售商店等 都将陆续重新开张 但商家需遵守限流要求 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规定 CNN的报道就指出 塔尔萨集会是新冠疫情期间 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集会之一 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 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20万例 病亡的人数大约是12万人 事实上几个星期以来 包括福奇 博士等 美国顶尖的公共卫生专家 就一直在建议 疫情仍然还在上升当中 不适合举行大型的集会 但是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 就坚持举办 认为说重新回到集会演讲台 有助于他重振士气 提升支持率 并且向共和党人展示竞选的状态 但是集会期间 主办方仅仅是向与会者 分发洗手液 还有量体温没有要求他们佩戴口罩 当然大多数支持者也坚持不戴口罩 而且没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而这场将疫情抛诸脑后的集会 原本应该是特朗普 被疫情经济和示威三面围困之后 重新出发的一个象征 但是效果却事与愿违 此刻的美国正在遭受着 公共健康危机 经济萎缩危机 和种族不平等触发的社会危机 三连机 大选形势与疫情之间 与疫情之前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 美国新冠确诊和死亡的病例 都是世界第一 超过4000万人在疫情当中失业 失业率上升到了上个世纪 这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弗洛伊德事件又引发了 美国自1968年 黑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遇刺以来 最广泛最持久的抗疫浪潮 所以在最新的民调当中 仅仅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选民 认为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特朗普落后于拜登的差距 现在也在继续的拉大 有50%的受访者表示 会投票给拜登 只有38%的人会投给特朗普 不过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 依然还是保持在90%以上的 《华尔街日报》调查就指出 说就这个处理经济问题而言 选民更喜欢特朗普 而不是拜登 此外民主共和两党在筹款方面的竞争 也已经全面的升级了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5月份总共筹得了8100万美金 超过特朗普的7400万 不过特朗普在总筹款金额方面 依然明显领先于拜登 观察人士就认为 两党政客和民众在疫情防控 经济重启种族等问题上面的分歧凸显 而在大选年美国党派分化和社会分裂 恐怕将会更趋严重 特朗普也在集会演讲当中 其实展现了他竞选策略的一些主要的思路 首先就是要迎合右翼保守派 强调法律与秩序 塑造民主党过度左倾这样的形象 以此来动员共和党选民来积极投票 其次打经济牌 强调疫情前经济的成绩 以及近期失业率有所下降 等等这些利好的消息 希望经济尽快复苏来拉动选情 此外坚持反建制 反移民等政策主张 一些美国媒体就认为 共和党的竞选策略是加剧分裂和愤怒 以此来激发共和党选民和摇摆州选民的投票 距离11月的大选 现在算起来尚有10日 影响选情的未知因素还有很多 媒体就认为 美国当下正处在自南北战争以来 最严重的分裂状态 无论今年的大选选情如何 美国国内两党的对立都将会持续 而这种紧张的对立关系 无疑将进一步地加剧美国社会矛盾 好 那相关的话题 我们也马上请出今天的值班总编杜平先生 听听杜先生观点 杜先生您好 您好 安德 杜先生我们看大选还有五个月 那您怎么看目前特朗普的处境 目前特朗普的处境肯定是不好 跟他想象的 跟他期待的是差距很大 主要两个原因 就是说对他的竞选连任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的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一般来讲的话 第一任结束快结束的时候 要参加第二任竞选的时候 一般都会把自己 在过去四年时间里面的政绩 一遍一遍地重述一遍 一遍一遍地夸张一遍 但是对特朗普来讲的话 没得可以夸张的 也就是现在经济不行 职业不行 这个就业不行 然后整个贸易也不行 整个的社会也是这种分裂的状态 他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分裂国家的总统 不是一个团结国家的总统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泛上可乘 也就是说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就是在竞选过程当中 或者即将跟那个拜登进行的对变 对决当中呢 基本上提不出什么好的一个成绩出来 让大家感觉到确实是你的成绩 现在没有成绩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作为这个 如果追求第二连任的话 他必须要对未来做出个更好的承诺 但现在第一任期都不那么行 然后你说要对未来四年再做出个很好 很美的一个承诺的话 这个应该没有人太多相信 所以对美国现在的选举来讲 应该可以说特朗普的这个手段 应该可能会比过去更加独辣 也就是说他跟拜登即将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辩论 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丑陋 也就是说在这个 现在已经是他自己也感觉到 其实对他已经是很不利 所以呢使用的手段可能更加这个 更加的就是什么就是很烈的 那么对整个的选民的结构来讲的话 虽然最近的民调好像对特朗普不利 但是呢说实话 对特朗普支持的坚定的支持 他依然是坚持 那么反对他的依然坚持反对 这一点没有太大改变 关键还是一个就是说 对他是将信将疑的中间派 或者是中间选民温和派 这个呢就要看美国选民的一个 一二看美国选民的 他们自己本人的水平判断能力 第二个呢就看谁商户的比较好 也就是特朗普和拜登 谁更加有能力把这一批选民 更多的商户到自己的这边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杜先生做的点评 稍事休息一下吧 在广告回来会带您关注另外一个焦点话题 近期欧洲疫情防控的形势呢 总体继续向好 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步伐 也在不断地加快 但是欧洲国家的肉类加工厂 相继爆发聚集性的感染事件 为进一步的解封带来了新难题 被认为是欧盟抗疫模范生的德国 再次爆发新冠疫情 位于北威州居策斯洛县的 腾尼斯肉联厂 至今已有超过1300名员工确诊 是当地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爆发 联邦卫生部21号公布 当地新冠感染率 已飙升至2.88 北威州州长拉舍策表示 将调查肉联厂的卫生安全是否违规 并出动当地警察协助执行 针对工人及其家属 1300多个居住地点的隔离 在夏萨克森州的哥廷根市 一个700人的小区 因为出现聚集性感染而被封闭 引起部分居民不满 20号与执法人员爆发冲突 向台湾投掷瓶子 烟花和金属棒 造成8名警员受伤 面对经济衰退的困境 欧洲无法继续坐以待毙 欧洲多国陆续公布 重开边境的时间表 整体进入边恢复边防疫的阶段 意大利早在3号开始 已允许多个欧洲国家的旅客 不受限制入境 并且从15号起 进一步放松管控措施 允许儿童夏令宁 舞厅 电影院 剧院 和其他文化场所重新开放 西班牙也宣布 从21号起 对除了葡萄牙以外的 欧盟和深温国家重开边境 并同时撤销 从英国入境旅客 需要检疫14天的要求 欧盟还计划从7月1号起 逐步放开对欧盟以外 国家的旅行限制 在大规模解放的同时 欧洲多国政府 也提醒民众不能放松警惕 并保留部分限制措施 例如要求佩戴口罩 和保持社交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 希拉15号宣布重启旅游业 当天既有约6万人入境 同一天 克罗地亚增加11例输入性病例 欧洲在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路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受疫情的冲击 欧洲多国都面临着 经济衰退的困境 力促经济重新走上正轨 也依然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课题 6月19号 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 召开视频峰会 首次就7500亿欧元 复苏基金进行讨论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19日举行视讯会议 首次讨论 总值7500亿欧元的 经济复苏计划 以及总值1.1万亿欧元的 欧盟2021至2027年度预算案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 成员国正在形成共识 一致认为 需要尽快做出决定 以重振经济 但对于复苏计划的规模 如何发放资金 以及回收基金中 赠款和贷款之间的余额 仍然存在分歧 欧盟定于7月中旬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举行面对面的峰会 再次进行协商 以期在7月底达成协议 我们终于要 basis的事计划 在盛工访划中于西 Febru年 中一年 我们会有机会 提升上一些 具合的具合计划 前提升上 我会提升上一些具合计划 为了选择 我们 sempre意识协议 這是最重要的 要做一切決定 最快可以的決定 被稱為節儉四國的 奧地利 荷蘭 瑞典 和丹麥 對於復蘇基金龐大規模 以及透過資助方式 協助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經濟困難國家持強烈反對態度 令此次談判競爭有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阿加德就強調 新冠疫情對歐洲經濟的衝擊 還將持續 目前歐元區失業率 已經從7.3% 上升至10% 除了歐盟的復蘇基金 歐洲各國現在也在持續地推出 各自穩經濟的財政舉措 比如說德國政府在17號 是通過了財政部長所追加的 625億歐元財政預算計劃 目前這一計劃 尚需聯邦意願來通過 再加上此前通過的 1560億歐元的補充預算 德國今年的財政預算規模 是達到了創紀錄的 2185億歐元 法國10號也將會緊急地 應對疫情的經濟救助規模 提升到了1360億歐元 再加上政府已經擴大到公司 和歐盟機構的融資擔保 法國現在已經動用了高達 4600億歐元的資金 與此同時 像西班牙 意大利等國 也都在不斷地增加出台 緊急救助措施 比如說西班牙政府16號 又批准了一項 針對全國各個大區 總額為160億歐元的疫情之後 重建基金 而目前意大利出台的800億歐元 緊急救助措施陸續落實到位 同時釋放了大約是7800億歐元流動性資金 不過儘管各國政府 全力推出各類經濟救助措施 但是近日歐洲的一些大企業 仍然還是紛紛地發佈了裁員的計劃 在航空業 像法核航計劃裁員8000到1萬人 佔集團員工總數的15%到20% 空客將會擴大停薪流支的規模 涉及在西班牙和英國工作的5300名員工 而在汽車行業 寶馬計劃裁員6000人 雷諾計劃裁員4600人 此前法國和德國政府 都已經定向救助了航空和汽車業 並且為中小企業提供了補助 所以有分析就建議 說想要解決歐洲失業的問題 根本上還是要為經濟復蘇注入動能才行 政府為部分行業和企業提供補助 可以緩解產業危機 但是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就業的問題 現在法德政府出手救助的很多都是大型企業以及公有部門 而對於歐洲國家來說 大約四分之三的人就職於中小企業和私有部門 對於他們的救助才是緩解失業問題的關鍵 好 我們繼續請出值班總編杜平先生 杜先生您怎麼看現在歐洲很多國家所採取的一邊繼續防控疫情 一邊的提振經濟這樣的一種可以說雙軌并行的策略 雙軌并行是因為它確實對疫情的把控 應該可以說是說上去有信心 但實際上是沒有一個信心 主要是因為就是說如果現在要達到零感染 零確診病例的話 就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它其實對歐洲國家來講 這個目標基本上已經放棄了 也就是說在目前狀況之下只能夠得過切果 反正是不要爆發更加大規模的疫情的話 對他們來講的話 就其他的生活經濟運行都可以逐步地放開 所以就現在連這個邊界都已經開了 西班牙 義大利都這樣 其實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是可能對他們比較有一點刺激的 就是德國跟英國就是屠宰廠和那個肉類加工廠 出現比較大範圍的這個群奇性的這個感染 那麼這個對各國政府來講多多少少是一個警訊 但是就是沒有發生在自己國家 他們基本上不會把這個做得很重要的事情來做 所以從整體上來講的話 歐洲國家應該可以說是在民意的壓力之下 在政府自己感到自己的經濟上的壓力 所以就是它也不得不放開 那麼在疫情方面就是能控制就控制 控制不了都估計可能也只能夠 只能做最大的努力而已 所以就是門檻就是解封的門檻比較低 跟亞洲國家應該是很不一樣 亞洲在疫情方面應該可以說有這種潔癖 也就是說你出現一個這個本土的一個病例的話 就應該緊張的不行 但是在歐洲的話好像應該對他們來說 沒有太大的這個精神上的刺激 所以對整個的歐洲來講的話 疫情還會持續的 什麼時候還有可能繼續的爆發 那麼在經濟方面我估計可能也很難做到 就是百分之百的能夠是經濟正常的運作起來 運行起來 好的 謝謝杜先生做的點評分析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鳳凰焦點關注的全部內容了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安東 我們明天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